残留今天来报道 很多人提前一个礼拜就可以开始品尝冬至汤圆美食 但是暖了肚子可能冷了荷包 因为很多的食品大厂都调涨了冷冻汤圆的售价 业者讲说是为了应付原物料的成本 甚至食品安全检验费用而增加价格 原观管的汤圆 老板娘忙着丢入大锅煮物 天气越冷越热卖 外厂人员也没闲着 凭着40年老字号招牌 一笔外送就能卖出上百碗 但现在消费者可得多掏点钱 因为每晚通通涨五元 今天你注意我比较难 那就是比较难买 那如果说你花生是吃 虽然涨价 但是我可以说一次买多一点的话 我成本降低 我就不要涨很多 强调如果不提高定价 薪水真的很难发出来 仔细拆解汤圆原物料 需求最大宗的糯米粉 美金30元变34 芝麻粉则是100到110 如果是红豆馅 成本也从美金47元变52元 华生粉80元涨到110 工艺上涨价没手软 店家撑不住只好变贵 现在物价都调涨了 所以其实还可以接受 去我们消费者而言 我当然是希望能不涨就不涨 另一家在公馆30多年汤圆名店 从重新贴过的家务表看得出 价格曾经跟踪过 老板解释去年汤圆类每晚已经涨5元 今年若再涨价就怕老客人也被吓跑 只是以为买回家住可以省点钱 没想到即桂冠汤圆涨价后 义美也跟进 加上四五年没调价 近来每合汤圆涨6块钱 是因为原物料 人需费 还有食安问题后增加农药黄区毒素等检验数量费 整理成本至少增加两成 想对的也让民众吃汤鱼的成本变贵了 而这样的价格在这冬天可真不温暖 记者曾建勋路易台北财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